我還沒有在我們研究班團體的時候 講過這樣的課 所以今天算是來跟大家一起來學習 來讓我們能夠每個人都回歸自己的親近的心 這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在場有十九位的班員 我們各位同學 你們是大勢今年要畢業的選舉生 來手放下 大約占三分之一 因為每一年崇德班都是我們學界非常關鍵的一個班 因為往年這個班有很多都是大學即將要畢業的 邁入到人生自我的另外一個人生的選擇 那也有可能是學界人才流失的開始 所以在這個班很特別 因為這個班如果大家融合在一起帶著各校民聚力很強就捨不得走 所以這崇德班每一年如果各校互動都很熱絡 他就會互相感情的牽纏 在這種牽纏之下就為我們道場留下很多修辦的人才 那當然隨著不同時代的演變 慢慢的同德班也有很多畢業 慢慢的同德班也有很多畢業 又回來念這個同德班的前嫌 所以也不見得完全是大多數都是今年的畢業生 那割前我們今天有幸能夠在道場修辦 那是一份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割前我們今天這個青天經的內容很短 三百九十三個字不長 非常的短 你說他的內容縮長縮短要談多久 這個很難說啊 因人而異 所以割前我們每一個人 如果你平常有在持送清淨經 割前您知道清淨經裡面在說的是什麼 渡人還有嗎 有嗎 你平常有在持送清淨經的請去送 我現在已經不流行了 不流行持送清淨經 那因為大家沒有持送 所以這個問題也是百論 那沒關係 清淨經的內容顧名思義就是兩個字叫清淨 那什麼叫清淨 什麼叫清淨 你來到稻廠來到火石團 來到火石團 你現在上到崇德班 即將要幣班 因為我們6月6號就要結束 新的這個年度的班的幣班 那要結束之前 我們現在是5月了 大概剩下一個月的時間而已 跟前您 從德班結束之後 5年進修班 學界是4年進修班 就結束了 結束了 請問在這4年當中 在學到這條路上你最深的體會是什麼 你可以用幾個字來代表 我們來看看 前到好了 做第一個先來好了 對 這這4年至少超過4年最少 因為清淨班到現在最少4年以上 對 放輕鬆一點沒有標準答案 學到這條路沒有標準答案 師傅也進門修行在各位 絕對沒有標準答案 你最 隨無止 隨無止盡 來 昆道第一個 百恩珍惜 百恩珍惜 前到第二個 一切有 我也把你摸摸 哈哈 好不錯不錯 OK 來昆道第二位 幫你很自然的去講 或許舉個例子 你們都有聽過神秀大師 這神秀大師 他當時候他的老師說 大家寫一個祭語 然後來看看你的誤道的情況 他就膽轉難免 六祖壇經裡面內容就是說 神秀大師因為想寫 又怕人家懷疑他怎樣 不寫又怕老師不了解他 就在這個 起起伏伏的德師當中 他就寫了那一句話 還記得是什麼 神秀大師 講的這句話 身世菩提術 然後呢 所以這個就是神秀大師的心得 不管他的老師後來說 這句話未見性 畢竟是他的心得 所以各位前行 你上了四年年就判禮 你不要有自己的心得 你才能夠走得長遠啊 走得長遠 所以他的老師就告訴他說 你沒有見性 從這個治理行間我們先不談 光從他成這四句記 就是說這個詩詞 本身的心境 就已經未見性 沒有見性 為什麼 坦克不安 所以一個見性之人 絕對不會坦克不安 所以你們這麼年輕啊 不管講得好不好 應該帥氣弟弟 來換第二個 廣告時間解釋 我幫你鋪陳一下 那你要做什麼 修道辦理好 拋鑽領利 四個人回答代表前班都回答 那修道這條路上 你一定要有心得 那這個心得會陪伴你走 很長很長的路 這個心得越少 你可能會在 每一個禮拜天 來上研究班的時候 就來想我到底今天要不要來 你心得越深 你就會更加的堅定自己 今生修道辦道的使命 你就不會退縮 你也不會覺得 到底要還是不要走上這條路 所以每一個人的心得 就像一條根一樣 這條根 心得越深越多 這條根就越多越深 有什麼好處 像現在 老天不下雨的時候 這些大樹 屹立不搖 可是小草呢 就慢慢的枯萎 所以自己在學到這條路上的 這條根很重要 所以親親親親講的就是 我們每一個本來具足的這條根 你認識的有多少 因為它本來就存在 每一個人 不管你心得講的多根少 其實你的本性的這條根 是本事具足 從來沒有減少 也沒有增加 只是你去挖掘它有多少 就好像好比人家說 牛頓萬有引力掉下來 它是發明了萬有引力 還是發現了萬有引力 發現了萬有引力 所以我們在學到的這條路 這四年就是來發現了我們的天理良性 它是多麼的美好 它是多麼的偉大 它是多麼的自立自強 它是多麼的無堅不摧 它是多麼的柔軟 這就是我們的本性 天理良性 所以親親開頭的第一句話 記得嗎 你們手上有書 我們把它唸一遍 393個字唸過一遍 互相看一下沒有關係 大家把它唸過一遍 唸過一遍會比較有印象 大家把它唸過一遍 唸過一遍會比較有印象 親近親來 老君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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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 三度消灭 所以不能这为心为神 愚为显眼 能简直者 内观其心 心无其心 怀弯其心 心无其心 圆满其物 无无其物 三德其物 为剑云空 传统云空 同无仇空 所空其物 无无异物 无无其物 灾难藏起 其物所及 允许人生 与己不生 其事正经 正常英雾 正常德性 常理常境 常清静 不知情境 坚入真道 既入真道 宁慰得道 罪名得道 事无所得 慰化众生 宁慰得道 能无知者 可传生道 道具愿 上是无真 下是冒真 上德不得 下德自得 自作智者 不明道者 众生所以不得 真道者 唯有忘心 既有忘心 既经其神 既经其神 既作万物 既作万物 既神台求 既神台求 既世怀好 怀好妄想 幼虎身心 便照走入 有让甚至 常存不悖 有失神道 正常指导 慕者之而 可伍道者 常清静 好 感谢大家 所以 太上老君 开头就 描述了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具有的天理阳心 这个天理阳心 他 置之曰道 他用道来形容我们有一个天理阳心 那这个天理阳心 他用什么来说明 所以他说无情 无行 然后呢 无情可以怎样 一群日月 然后呢 无名可以怎样 无行可以怎样 所以前面那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理阳心 他用什么来形容 无情 所以无情就是最大的情 好比我们现在看到天理当中不下雨 请问刚才不下雨就是天理的大情 可是我们很难去体会 很难去感受这些 所以 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了这些天理阳心 他要怎么去形容他 他就用后面这三句话来形容 叫生育天地 运行志愿 跟 挡羊弯路 来形容我们每一个人的天理阳心的运用 请问各位前 你会 生育天地吗 会吗 会吗 你会吗 你会生育天地吗 怎么不会呢 丰庸讲 每一个人都可以参赞天地之化雨 第一个人会不会渡人 渡人不就是让一个人从迷迷糊糊当中 能够找回自己的天理阳心 这不就是参赞天地的化雨吗 化雨什么 化雨一个 人 他从迷失自己 走向什么 成佛之路 这是我们渡人的目的啊 我们渡人的目的不就是他这里所讲的生育天地 当中的每一个人事物 都能够让他回归到正常的轨道 在这个每一个正常的轨道 我们都有 责任 我们都有使命 可以去 帮助他 所以中庸才会用这么一句话叫做参赞 天地化雨 参就是参加 我们参加了上帝参加了诸天菩萨的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这个工程上让所有迷失的佛子都能够回天 都能够回到那个本来亲近的自己 所以 生育天地 运寻之月 长养万物 各位浅浅 他跟我们都息息相关 我们今天是母亲节 能够长到这么大 所以我们今天回去过母亲节 那母亲节 在我们心中 妈妈就是 爸爸妈妈就是 牧羊我们 长大成人 那如果没有爸爸妈妈我们不一定能够长到 现在这么好 为什么 家庭失和 失调 在家庭失和失调 虽然我们一样可以长到20岁30岁 身体上没问题 可是心理呢 不一定健康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之所以感恩 爸爸妈妈伟大的地方 他让我们有一个好的能力 他让我们有一个 成长的一个非常 完整的 教育 以及爱 这不就是 运行之越吗 所以各位浅浅 我们在火事团里面 你在每一天运作火事团 不就是在长养万物吗 要不然 各位浅 你不住早餐试试看 你不住晚餐试试看 火事团 没有半个人会来 所以各位浅浅 这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每一天都在发生 只是他的文字表达不是这样表达 因为 老子在世的时候 没有火事团 所以他没有办法这样跟我们表达 因为每一个圣人所身处的环境不同 所以他以言表达会局限 所以 文字表达他绝对 会有他的一个局限性 所以尽信书不如如书 但是我们看着这个内容 我们要自己转换 我们从今天开始 就来落实自己的天理良心 做什么 生育天地 生育什么天地 好比我们 常讲的吃素 吃素可以让 大自然 环保 去年一整年的疫情 天空发生一件 非常大的奇迹 各位浅知道是什么 去年一整年 所以那个 那个破洞 有稍微缩小一点点 请问各位浅 吃素的人越多 因为一个疫情让我们消费力下降 让我们用电量 减少 其实就是让大自然修复的开始 所以各位浅我们都可以做 我们如果每一天都在 生育天地 运行之夜 掌握满目 我们就是什么 老实说的道 我们就是道的化身 所以圣人说 人能宏道 非道宏的 我们能够把自己身上的那一个 天领良心 彰显出来 那才是我们身为人 顶天立地该做的事情 第2段 老子就接着讲 那这个道很抽象 很抽象 虽然刚才这样讲 能够理解一点点 那他毕竟还是要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这个道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必有意义 所以道好比我们 华人文化 讲的一句话 讲的一句话叫做什么 无极 无极 在哪里 而且你知道无极在哪里 无极 无极 有一个图 这个图叫什么 什么图 太极图 那请问无极图在哪里 在哪里 你有看过无极图吗 没有 你有看过 天使或恶魔吗 有吗 有看过天使吗 旁边对你笑一下他就是天使 你有看过恶魔吗 他生气 对你你可能觉得他是恶魔 请问天使跟恶魔的背后 的这个天理良心 还不就是在他那里 所以太极 的背后 就是我们看不到那无极 那个无极是确实存在 因为有了无极才有这个太极 所以有人勉强这样说 这个叫做无极 有了无极才能够去生育天地当中的太极 所以这个太极就是这里所讲的 道也者 道者 道就是这个 无极 所以道者有清有浊 就是有钱有坤 前风有坤 坤中有钱 所以太极他就有四项 叫做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所以有人对你笑一下 你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你却看不到 他内心藏刀的那一面 所以那就是阳中有阴 人家对你很凶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忽略了他背后那个 心中对你满满的爱 那叫做 眼妇 的角色 所以阳中有阴 阴中有阳 就是这个大自然所深化 变化的所有一切 所以他用有清有浊 有动有境 天清 有天动近 男清女浊 男动有境 来形容这个太极当中的 所有一切的变化 在这个变化 过程当中 各位钱人千万不要急准 他想要表达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的天理良心 好比我们今天坐在这个地方 你从 去年的9月 做到今天 少说也超过20坦克 你坐在你的座位上 你看过 上台下台的 团体讲师 二三十个 包括我们 班上的同学 超时 带上善歌 各位钱人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 就坐在你的 佛椅上面 可是你看到这个世界 都一直在变化 你看到这个传题者不错 这个传题者讲的 今天讲的 很启发我 这个传题者好像讲的 我打瞌睡 可是各位钱人的本性从来没有谈过 今天不管谁讲的好不好 今天不管上台人是谁 你都心存感恩 那就是你 如果今天上台人讲的好 跟上台人讲的不好 我们心里就有 分别跟判断 执着的也是自欺 所以各位钱我们今天坐在 午时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佛性 那个叫佛椅 看着台上 人来人往 就好像 坐在一个房间里面 看着太阳日出日落 看着外面的世界 变黑 变亮 没有离开的 还是自欺 所以 老子说有清有着 有动有清 天清地着 天动寂静的这个世界 请我们不要再按 忘记了自己的道 忘记了自己的本性 不要在这样的动荡太极当中 阴中有阳 阳中有阴的世界里面 老子说这叫做 道生一生恶 恶生三三生万物的世界 迷失了自己 容不容易 不容易 坦白是不容易 我们 我们来传题上课 讲起来都很容易 所以从 18 178世纪 工业革命之后 这个世界 就不断的运转 运行 我们说现在工业革命叫做 4.0 从最早的蒸汽机 改变了 人们的命运 从 那个年代开始 产生了欧洲的列强 有了欧洲的列强 不断的侵略殖民 还有后来的 世界的分乱 请问各位 现在的分乱不就是 二三 两三百年前所造成的吗 所以你观看这两三百年的历史 印太地区 我们讲印度 殖民 东南亚 殖民 包括台湾 日本 殖民之后 所产生的这些问题 不就是两三百年来所 累积下来的吗 所以各位前前 这就是我们身上的 我们多带着一种无名 千万不要以为 外面的政治 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发展 其实那就是我们 每一个人 的无名业力 他只是表现在外面 让我们看而已 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放下执着 像圣人所讲的大道之行 圣人所说的 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放下这一切 让我们回归到 原顶 国与国之间 安乐 相处 人与人之间 凭着天理阳心 率性而为 那这个世界就慢慢的 会趋于平静 所以圣人就讲 亲者着自愿 动得经之机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讲 回归到天理阳心 人能常清静 天地喜结乎 这个天地啊 就会慢慢慢慢的 平稳 平静下来 这个平静 或许我们只能够 寄望 圣 圣前先骨所讲的 大同事件 然后 黄武迅直接讲 说我们必有一场灾难 这场灾难 叫钢风节 钢风节过后的事件 叫做什么 五日风 十日雨 各位前前来记得这些 过去所谈的吗 这些话 他都是真实所在 但是我们何其忍心 看到灾结 换来的 大同事件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 人们受到这么多的苦难之后 我们才愿意去享受那 十日 五日风 十日雨的世界 所以师尊师母 奉天成运而然 为了是什么 师尊师母为什么要 这么辛苦 老师我们都知道 在大陆时期 从发心 一直到 归空 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 类似 师母 一代名师来到台湾 隐姓买隐 用一个隐制来形容 各位前 叫你隐一天 你或许就受不了了 你要只有隐一辈子 我们今天可以宅在家里 但是我不能够控制 每一个人手上去敲键盘 跟别人联络 各位前 隐一辈子是一件 非常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的师尊师 是这样走过来的一生 为了是什么 老前前人 为什么那么辛苦 前人25岁 大家 大家闺秀 离开了天津 爸爸妈妈的保护伞 他为什么要离开 前人 跟我们都是人 都一样是 从年轻的时候发心 来到台湾 吃苦 前人也 想要回家 36年来 37年回去 37年 8月又来到 台湾 为了是什么 老前人 来到台湾 37年 38年 39年 因为非常的忙碌 没钱 过生活 所以把台湾 的道场 分成四块 北部 台中一块 台南一块 高雄 屏东一块 由四个不同的人 来负责 所以不断的忙碌 忙碌 忙碌到最后 生病了 我们现在有机会看到 桃园明圣经 38年 39年 因为老前人 生病 热魔炎 身体 不适 也发现到自己 感觉起来 好像不久有适的感觉 所以想起来到 台湾之前 从天津带来的 桃园明圣经 就大量印了桃园明圣经 除了印桃园明圣经 老前在国前 许下承诺 怎么许承诺了 老前这么说 跪在国前 扣求老母慈悲 再给他一年 一年做什么 让他带来的这二十几位 前人辈 能够安安稳稳 能够生活无欲 能够 有吃 又能够继续办到 老前 只剩下这样的奢求 求老母慈悲 让他再延一年的时间 让所有人都安定下来之后 随时都可以离开的时间 可是老天哪 活到九十五岁 民国八十四年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辛苦 你去看看我们前面的表 尤其 各位前人 你算是学弟妹 也算是学党姐 你上面有学党姐 你底下有学党姐 你去看看你那类学党姐 他们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待在伙食团 在道场帮办 为了又是谁 房租不够的时候 他是率先 掏钱 从年轻 掏到现在 他不反吗 他看到学弟妹 都要呵护 成长 他何其忍心 要求学弟妹像他二三十年 一样的坚强 开创老师童 甚至 支撑老师童 你去问你的家的 学党姐 这些学党姐们 是怎么走过他的修患的路 他们为什么要 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所以我们从师君师 从老前前 看看我们自己的学党姐 他们为什么要在 上年一个 男亲女拙 男动女进 降混流没 儿生患禄的 动荡年 年代里面 他们为什么依然 舍不得 每一个地方的 伙子团的学弟妹 他们可能三十岁 比较年轻 四十岁的 有点忠年 五十岁的 讲起来 半百 在过去已经是老的一个人 还是一样 待在伙子团 支撑者 为了是什么 为了是什么 我就是学 学弟妹 我就是为了 提出重臣 所以 老子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 如果都能够回到自己的亲近等性 能够学习 圣人所 从这一句话开始的后面 后面 他就开始描述的我们每一个应该要怎么做 怎么做让我们自己 时时刻刻保持 自己的亲近 本性 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长亲近 那是一个什么 理想 所以六祖 这么说 菩提自信 本来亲近 每个人都具有的 这都不用怀疑 圣人讲的开头 每一部经典开头的第一句话都很美好 叫做明明德 每个人都有光明的等性 那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天命智慧性 我们的天性都是从上天那里来的 为什么我们现在讲的像魔鬼一样 搞不清楚啊 圣人都是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 的开头 他确实存在 可是我们却做不到 所以 因为 我们做不到 所以才要有后面的这些话 因为 每一个人的天理阳心 都是这么的完美 可是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什么 欲望千里 欲望千里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人世间 这一个欲望的牵引 所以 每一个人 都想要怎样 清静 每一个心 都想要 平安 可是我们却 不一定做得到 原因就是圣人所讲的 而 欲 牵之 因为这个欲望牵引着我们 不断的 不断的 我们不想要走的人生 走 所以我们才要怎样 客气 所以我们才要怎样 格物 所以圣人就讲的第二个字 叫做浅 浅就是格物 浅就是把自己 的内心的欲望 怎样 做一个 制止的动作 制止而会有定静安慾的动作 要制 所以这个格物的功夫 这个欲望的牵引 我们每个人都会 所以我许也不用讲太多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了欲望的牵引 太多了 但是如何格物 圣人说 常能浅其欲而心自尽 承其心而生自清 要怎么做 而且要怎么做 要怎么格物 要怎么浅 四年来有没有公布 要怎么浅 要怎么浅其欲 啊 有吗 很简单 还记得求道的时候 还记得求道的时候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求道的时候 啊 什么 大学一点没关系 好纯老心说好话做好事 这也是一种浅的功夫 还有吗 澄心抱手也是一个浅的功夫 所以而且你要记得常常你办到 办到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让你能够浅其欲 所以你不用 你不用太复杂 你知道吗 你不用去看很多经典 你只要办到每一场都参加 而且以前啊 记得 那时候大山 应该大山快 快结束的时候 快结束的时候 不许学长李松林一讲 是双林振天 他说这三年来啊 你参加过几场办到吗 想了一下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说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大概白场应该有 平均一年大概半三十多场 白场应该是跑不掉 如果你每一场都参加 他说张跟都讲 如果你每一场都参加 每一场都参加 你还会 你还会 需要准备什么去开始到一毛 还需要准备什么去讲三宝吗 还需要准备什么去超时吗 显然是不用 因为你沉浸在三百多一百多场的 半道流程里面 你眼睛里看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我们现在很多人 可能从一初发生一直到现在 四年的岁月可能都不到一百场 所以而且这个就是 当你常参加半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半道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都是我们 非常宝贵的 修到半道的工具 所以怎么浅 十条大院开头第一句话 叫什么 十条大院开头第一句话 而十条大院第 第一条大院是 诚心报首 各位前如果你能够做到诚心报首 你还怕 会迷失自己吗 所以 孔子说言为叫做 得以善则全全福音 如果每一天我们都是 诚心报首 每一天 无时无刻都诚心报首 第2句是 诚心忏悔 然后呢 诚心忏悔 如果我们稍微有点闪失 那我们就来反省忏悔 佛老师曾经这样说 当我们起心奉念的时候就念这句话 当然这句话有很多很多解释 这句话 他说你就在心中摸念 感谢 明明上帝 让我们的 求到修到的意义 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念这句话 感恩的意识 感恩的意识 那你也黏黏黏口诀 当我们一起起心动念的时候就怎样 曾经报首 实心忏悔 实心修炼 剩下的八句 就是我们叫我们拿不要放 所以他就如有 另外八句 如有 如有就是另外发现事情 不要犯 前两句 只要我们做得到 后八句 就不会犯 绝对不会犯 所以我们 求了道之后 佛老师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天理良心 这个天理良心 我们多意的这个天理良心 曾经报首 那请问我们要怎么反省畅悔 我们要怎么反省畅悔 那有三十万 前面两个字 就是 实心忏悔 实心 修炼 谁要用心去忏悔 谁要用真实的人 真心 忏悔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看那个人家在祷告啊 天主教基督教 祷告完之后最后都会念哪一句话 知道吗 祷告完之后都会在脸上提一个十字下然后念什么 阿门是什么 知道吗 阿门就是 真实的自己 真实的自己 如果你要用 你要用比较威胁的说法就是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自己的天理良心 那 阿拉丁文的意思 是真实的意思 我真实的天理良心来祷告 祷告上天我 今天所祷告的一切 我希望老天 看到我的真心 我所讲的一切 不管是好的事情 跟不好的事情 都是我真心诚意 所以六祖 谈记里面 也是讲这么一句话 不是本心 学法 如果我们今天在我身上的生活当中 如果没有用这个实心 去反省 去省思 去改过 去做种种的一切 那我们 所做的都是什么 都是堂之磨其 所以刚才有讲到神秀大师 神秀大师讲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 时时勤服事 勿时惹尘埃 哥钱知道为什么这句话 他的老师说没有见性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知道吗 好比说这个是个禁止 这个禁止脏了 所以你要查他 所以他说 时时勤服事 勿时惹尘埃 如果这个禁止就是他的本性 所以他每天都要他本性 本性跟他 之间是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没有连在一起的关系 叫恶元 就是对异的关系 所以神秀大师是把自己的本性 跟自己的心 分开来看 所以时时勤服事去查他 勿时惹尘埃 所以六祖才讲本来无与何处的尘埃 本来就没有了 你还有什么尘埃呢 所以那叫什么 天人而弄而弄而弄而在一起 没有分开 就是说率性之味道 所以他们的差异就差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如何让我们时时刻刻 多人都有这样的心 都是澄清报信 所以十条大院的第一条 就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 那怎么提醒 那当然有很多功课 早上献腔的时候 晚上献腔的时候 如果你中午佛堂 也有献腔的时候 都会念一段什么 怨唱文 不要说念怨唱文 在我们烧香的时候 跪下来那一刻 应该就要放下很多事情 但我们念明明上帝的时候 明明上帝不就是我们本来的自己吗 当我们念的这些祝福福 菩萨的时候不是在反省我们自己该做的事实而没做吗 我们很常这样嘛 该做而不做 做了都却做错了 为什么因为没有反思自己 所以我们在怨唱文过程当中 就感恩 上帝 传道给我们 我们很感恩 感恩之余我们还要求 彼乐祖师给我们反省唱文 带每一天的机会 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 在这样的 生活当中 过出一个真正的 什么人 诚心泡手的人 所以割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 只是割前不一定 熟悉不一定习惯 所以也不用 念太多读太多 就是 回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佛堂 的生活 都是我们 落实 自己 率性而为的 场所 好 那 老子又讲了一句 他说 为心未曾 欲为前也 他说我们 为什么做不到 欲不能够前 为什么 啊 对啊 对啊 为什么心未曾欲为前 为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 这圣人讲话前后一定 逻辑相同 这个圣人讲话前后一定 问答 置路 就是他自己的问题 自己会回答 为什么 所以不能者 不能者谁不能啊 搁钱是谁不能啊 蛤 我们不能啊 为什么我们不能 为什么我们不能 所以孟子说啊 就是不做的意思 就是自己不想做 所以 他举个例子啊 反掌 折知 这么简单的事情 反掌 折知 折知 就是把东西折断 这个动作 是不唯一 不是不愿意去做 因为他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圣人说我们每一个人要 隔除自己的物欲 不要让欲望牵引着我们的人生 我们要怎么做 首先要 自己月地做 所以这里的不能啊 都是自己的问题 所以大学就有一句话 他说接智民 前面讲了很多啊 古之御 什么大学之道啊 古之御明明得于天下啊 然后讲强安 然后最后的结论叫做接智民 接智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都是 每一个人 你愿不愿意啊 都是自己 愿不愿意往前走 往下走 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所以我们到场就是用这么一句话 师父领进门 其实还是 剩下自己 修行在各 所以在古之团的每一天的生活 你去看看 古之团的每一个人 从一年起二年起你的同侪 你的学弟面学当前 每一个人走了一天 一样走一天 一样走一天 走了四年了 可是为什么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 关键还是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 即使把这个经读过 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 关键还是在自己身上 所以 所以不能者 唯心未尘 遇悦前脸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落实 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 能潜知者 内观其心 信无其心 外观其心 无其心 远观其无其心 讲的是什么 希望我们 要慢慢的放下 放下什么 看看自己的心 不要再执着 看看自己的外在 远观其物 外在的 行情色色 不管是 内心的还是外在的 我们都学习 慢慢的放下 放下还不够啊 又怕我们 直于完空 修道 很好 修道说要 放下 从今天开始 什么都不做了 回去也不渡人了 所以圣人就 唯怕我们 做到这种情况 所以三者 既无为鉴 观空 空物所空 所空即无无一无 就是在表达我们千万不要 辞于完空 不要说 我们修道的人 因果不会 我们修道的人 怎样 因果不会 倾劳着我们 也确实如此 但是做了 有个没有的事情 会不会倾劳 也是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被叫 牵引着 牵引着我们 的内心 孟子说叫 物交物 你们不是有上过 孟子吗 孟子不是有这么一句话 物交物引致而已吗 我们的欲望就是 外在的 外在的东西跟内心的欲望 互相牵引之后 就会怎样 被鬼牵着走 这是意思 所以外在的东西跟内在的东西 相互的结果 希望我们都不要 只空 因为不只空 所以才能够达到 真正的境 所以 即无所及 欲喜能生 即欲不生 即是真境 这个真正的境 是 有动能 境中有动能 碰中有境 所以回归到 这一个 叫做 因中有阳 阳中有阴 太疾而有 无疾 好 这一段讲完了 讲完了 不许用一句话来 来总结 刚才这一段话 就从那个 福道者有清有卓 一直到 即是真境 真常念 真常德性 常一常敬 常敬力 我们在求道的时候 割钱 求道的时候 第一宝 告诉我们什么 第一宝 写官俏 每个人都有天理良心 第二宝是什么 口诀 口诀是 五个字 河头 三宝 这个口诀当中的 开头三个字 叫做什么 无疾而 太疾 太疾而皇疾 这个 三个字 无疾 太疾 皇疾向天 皇疾向天 那如果你有兴趣 对这个内容比较深刻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这个宋明影学 他们有一次 那个儿胡 儿胡之变 儿胡之变有听过吗 儿胡之变 儿胡之变最有名的变 里面其中一项叫 秘义之变 但是我们很少 听过 儿胡之变 其实还有 还有一个变 变皇疾 有无疾 太疾而皇疾 皇疾我们都说是向天 皇疾这个字 出自于上述 建皇有疾 皇疾就是人世间 最 顶疾的叫做皇 所以叫做皇帝 所以叫建皇有疾 建皇有疾就是 这个房子啊 这个房子 以前的房子上面不是有个梁吗 那个叫做皇疾 建皇有疾 这是最顶的意思 这是人世间最顶的意思 他们就在变这个 所以各位前有机会 你可以去研究看看 他们在变 皇疾之变 好 所以各位前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从这一个无疾 无疾的本性 来到了人世间 我们说太疾 所以说气 气有阴阳 有这个阴阳 所以这个阴阳就是这里所谈的 有轻有满有动物境 天经地国天动地境 向疾在哪里 降本流没而生安慰 所以我们 的心 我们的天理阳心 就 降了从离天来到的人世间 求了道之后 我们希望从人世间回到离天 所以这叫做 走相反的路 从逆向而上 从 皇疾而太疾而 法本 还原叫做无疾 所以他后面才讲 亲者卓自缘动者 自知人人 常见天之间 人 神好亲 这一段一直到结束 全部讲的就是什么 我们要活在这个人世间 要做哪些事情 才能够 打本从原 所以你看这一段话 其实就是口诀 第二宝 所以 口诀的前三个 第二宝的前三个字 叫做 无疾而太疾而皇疾 那我们今天修道要怎样 从向 回气 回礼 都有礼气向 我们要反回去 反回去 要做到什么 要做到什么 要做什么 要热 悬崖热 所以口诀的第五个字 不是叫我们热吗 这个热是什么 浅其欲 我们要去把自己的心怎样 收束 让我们 绑出去的心 求起绑心的那一颗 外放的心 要把它收回来 才能够怎样做到 弥满六合 而能够 刚 缩放置 所以 弥勒弥勒 讲是我们本性的 用以体 体就是我们的乐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常常回归自己的 天理良心 再做做体 体就是这里所讲的道 大道无情 大道无情 大道 这个什么 无明 希望我们每一天 都能够回归 到这样一个 程度 又能够在每一天都做什么 弥满六合 所以在整段话全部都在讲这些 请问各位闲闲 前面的都讲完 讲完要不要考验一下 要不要考验一下 要不要考验一下 所以后面那段话就是考验 考验是什么 如果你真正亲近 请你去做普度众生的事情 那是最大的考验 也是最有成就的考验 所以如果能够 真正能够长印长进长清 要 要怎么考验 如此精进 建物真道 进入真道 名为的 虽民得到实物所的 维化众生 然后呢 所以你去普度众生 你才知道什么叫真功夫 才能够知道我们自己 今天的天理良心事事 能够随时收放置 你愿意承担责任 你才能够去体会这段话 这段话 老子 带给世人的一个传承 老子是 以普度众生在人世间 留下了这一部经典 他也希望能够传承 五祖传承给六祖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传承 他告诉六祖说 无令断绝 你不要断绝 所以六祖说 我不会让他断绝 16年后 他离开了列人堆 又去普度众生 他看到人 他就成全 看到人他就度化 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如果理念相同 观念一致 我们就咋样 就沟通 观念不一致 就笑一笑就好了 所以同见同行 咋样 就度他 成全他 不同见同行 六祖就说咋样 合掌 说真 奥密托弘 这样就好了 这一颗弦 圣人 走到最后 都一定要告诉我们 苦度众生是最后一件大事情 我们如果没有苦度众生 我们前面所谈的道理 谈得再怎么好 谈得再怎么好 那都是什么 那都是空人 所以才有一个 五十三餐的 善财同情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善财同情 五十三餐 他本来认为自己很有智慧 智慧超群 结果他去拜访 最有智慧的谁 大士士菩萨 就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有点失望 所以他就在 要返回人间的路上 回头 因为 去找大士士菩萨的时候 那个 文殊士一菩萨的时候 就往山上跑 他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山顶 都看不到文殊士一菩萨 他信慰意能听到有人喊他 喊他就叫他下山的意识 他一转身 请问他看到了什么 啊 什么 很小的人 他怎么会看到很小的人 他从山顶往 往回一转 他看到了什么 知道吗 不知道 他看到了三轮迭起 他看到了 不是只有他这座山峰 可是在他的心中 他本来以为 他已经够有智慧了 所以他心中只看到了自己 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 山峰林立 他只看到自己的那座山 所以当他一转身的时候他发现 在山轮的另外一头 另外一边 有一座山 有人喊他的名字 叫他去下山 所以才有后来的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讲的就是 他面对人世间的种种一切 让他觉得不可失忆 可失忆的 他都立即 请问各位钱 我们今天不就是正在历经 这样一个谱度中的岁月吗 如果你历定之下 学习老子 他要做的是什么 让这个天底下 走进大同世界 这个大同世界叫做什么 知道吗 老子的大同世界知道是什么吗 知道吗 不知道 有听过老子吧 老子 就是圣人他对大同世界的描述 他说国与国之间 相邻而不互相干扰 鸡犬相闻 而不互相干扰 这很宁静的意思 我们各管各的 各位浅姐 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多像圣人一样的心 孔老无始的一生 最精彩的岁月 是20岁 30岁 40岁 还是50岁以后 知道吗 50岁以后如果你有读过罗律 你就 慢慢会一直体会 孔老无始最精彩的人生从54岁活到 73岁 他足足有14个年头 是在外面 一直到了68年 68岁的时候 54岁 一直到了68岁 在外面14个岁月的年头 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乡 那14个 岁月年头 我们只用一句话来形容他 叫周游烈国 而且你知道那空老部的周游烈国有多辛酸 一代的圣人 那周游烈国他的弟子怎么形容他 他说老师你不是圣人吗 我们怎么会像犀牛一样 在荒郊野外过生活 陈泰觉良的时候 他在陈泰觉良指出就是这么质问的老师 我们怎么会像犀牛一样 犀牛 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 他那个字 这个字怎么念那些 他小的 好像叫是 叫犀牛 他说我们怎么会像犀牛一样 活在 荒郊野外 连他的弟子都会质疑他 那十四年是这样过的 追杀 的日子 对钱姐 那十四年不是走到哪都被人家欢迎到哪 对钱你可能 很难去体会 因为 因为我们的生活环境真的很难 很富足 富裕 所以在这条普渡众生的路 你多去看看 我们当然要自己去走 唯有自己走 这一条普渡众生的路 才能够真正去体会 什么叫做 真正的亲近 所以亲近亲他绝对不是 一本 只是叫我们要亲近的经典 而是告诉我们如何亲近 真正的亲近 是走入 人群 走入 人间 去捕捕众生 有一位 那个 开悟的大师 叫洞山良界 洞山良界 他是唐朝人 他开悟时间比较晚 他的老师 他在他老师的门下 中期一生都没有开悟 他老师在晚年的时候 要离开人的时间 只交代他的这个事情 他说 将来你遇到 而且翻成白话 将来你遇到 只有这个 他就问他老师说 这个是什么 他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所以他就抱着 莫名其妙的心 离开他的老师 因为他有心灰苦 跟在他身边的人 身边的人是他的 阿贝 阿贝就是师伯 师伯就是他 师父的师兄 他很沮丧的过我们一天 你知道他师伯很会安慰的 他说 我跟我老师的时候 就没有开悟 我跟着你的老师的时候 我也没开悟 所以你也不要太能够 他是这样安慰他 可是他每天都很小诚 这洞山良界每天很小诚 他一直问不通 老师告诉他 那个到底是什么 后来他在半年后 因为肚子也很饿 他的师伯就去早吃了 他就 冠起 半年后的事情 前到就知道 昆道可能也可以体会 半年后 不修头发 不挂脱子 你半年后还认识自己吗 不认识 他就走在河边 看起来像要洗把脸 又好像要自杀 他就有点没有意识 没有意识的 一直往核心走 一直走一直走 突然间看到自己 他就开悟了 因为他看 看自己 完全不认识自己 半年后的自己 完全不认识自己 所以 他开悟之后 他就在想 因为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他就在想 他希望他的未来 的修行者 都不要像他这样 他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教育 有没有一种教育 可以让后人 参悟 某些话 就能够开悟 就能够开悟 他就在做这件事情 他就去拜访很多的人 然后有一个 有一个人 看到他 远远的 讲这么一句话 凤山两界转头就走 他说没有光域的佛 他就对着凤山两界 远远的就喊他 没有光域的佛 他说你不要再来问了 你不要再来问了 叫他做什么 赶快去做 赶快去做 所以 他从那一天开始 他就 成立了自己的 门派 叫草洞中 他就开始自己 鼓度动身的 这条路 但是这条路 也很艰辛 有机会 再说 所以各位前前 我们 在这条 修行修办的岁月里面 每一个人 从初发心一直走到现在 从这方 真的很不容易 你要靠 什么去坚持自己 你要靠的是 修道半道的心得 这个心得叫做 伐喜的心得 修道半道绝对不是苦才士 修道半道绝对是 伐喜充满 普度众生的菩萨 他每一天的伐喜 表现在脸上 或许是苦瓜脸 或许是 金刚落末 可是在那 他的内心深处 一定都是伐喜 唯有内心深处的伐喜 才能够让自己走向一条 修道半道 永远不退本的路 所以各位前 你想想看自己 的今天 时时刻的你坐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充满了伐喜 从姓名班一直坐到现在 你的伐喜是随时随地 像 炎回一样 三月不为人 不为人就是 为就是从内在 就没有离开过 叫不为人 其他历史日月的 就怎样 变来骗去了 所以我们这一份伐喜 来自于我们 对于学到的这条路 的 体会 这个体会 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内心 叫做伐喜 这个伐喜谁也抢不走你 叫你不要修道半道 你也会 做不到 所以我们 期望的每一个从小班的 同学 能够在你未来的修办的路上 毕业的同学 在你未来的人生 这里 还有我们今天 5月6月 我们也回去 多协助带动 我们自己活动团的学弟妹 帮助我们学长姐 做好 桥梁 让班务法会 能够更 成长 然后学今天 学长亲亲亲 就讲到这个地方 整个联盘地方 扣球先摸 十分之遵 请各位先多包含 请超级郎博士忠 接一个请 1 2 4 6 6 6 7 哦